我在满城的青铜雕像下等你 海岸暮色似河 却不见你紧如满下的黑色长 我和妻子是因为汉语相持 因为中华文化结缘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沾了自己祖国文化的光 能够同妻子一起坠入爱河 那么现在在盛美之宝生活工作 我们感到非常的幸福 同时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爱情的结晶 我在大学工作的同时 在我业余时间在上年宫和在读书馆 给年轻人做一些单试班和讲座 讲中国文化 在俄语当中的茶叶 也读chai 这是两国民间交流当中 在历史沉淀下来的文化的元素 可能普通的俄罗斯朋友 已经忘记了这个词的来源 在我身后呢 是在大学当中所驻立的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 我们可以看到碑上写着1941到1945 那么在二战期间呢 圣米德堡呢 被法西斯围困了873天 将近900天 也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那么我现在手中拿着的是 我的老祖父 被授予的反法西斯战争的勋章 那么我妻子呢 也是一位反法西斯战士的后人 所以我想呢 这也是我们共同的一份缘分 那么在圣米德堡生活这么长时间呢 我们发现 每年的胜利节 会比新年 会比国庆节更加的隆重 每一个家庭都有反法西斯的先辈 所以呢 是一个全民的节日 我们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毕业生 在俄罗斯的各个领域工作 在外交部 在俄企集团 在很多的机构 包括也成为了老师 那么我们希望呢 有更多的俄罗斯年轻人 也有更多的中国年轻人 相互学习对方的语言和文化 在俄罗斯年轻人 都是今次是有更多的 一竹月宫的裙角 你是在裂宾的画板旁 绣着琥珀色的香吧 我在一整个白银时代的诗歌里等你